风霄能跟宜诺和孟岚比 李久跟GG也太敢说了 宜诺出道极巅峰 孟岚怎么感觉他都能行 不能说风霄没有未来 但就是缺少了很多画面 轻轻等人在陪太子城市 伴随着TTG被Hero淘汰出局 风霄抽象的操作也是引发热议 即便是纪录片一直都在帮他说话 但也盖不住他真的很疑 对此李久跟GG都给出了看法 不看好TTG的原因就是 风霄状态不稳定 然后又谈到誓约 抛开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不谈 我觉得还是我们大家都认为的一个点吧 那时候屏色的不看好 TTG的都会觉得有点难 因为风霄状态太不稳定 然后加个整个推迹其实也不太容易 其实其实我说实话 Hero也不达稳定 但是相比TTG 相比于TTG Hero不稳定的是他们的手发不稳定 对而且咱这个东西 咱们客观聊这个事情 我觉得诗约上场 先不谈什么节奏不节奏 但是单纯从他前几番比赛 就是各种文化下来上场的表现 当时这个上场 上场比赛是偏谱的一个男嘉宾 我觉得他其他的东西咱不了 完全不是跟咱们没关系 但是从他场上的表现 这个阵容是稳定的 他们上场的发挥上的感觉 对 随后因为风霄加罗离谱的表现 李久跟GG就谈到伊诺跟孟兰 有玩家觉得这三个人有点一样 却被李久跟GG反护 言外之意风霄跟他们没法比 甚至有可能没有未来 属实是太敢说了 这个跟伊诺一样 这个跟伊诺不一样 他还是有区别的好不好 伊诺当年出道说颠峰啊 还能一样呢 不是我跟你说一下 就是大家很多人说什么 伊诺啊 说梦兰啊这种问题 我跟你说这个本地的区别在哪 首先就要句说的 伊诺出道的时候 这个梦兰的一种也一样 我跟你讲 他们那种选手 那种选手是啥 他上去之前 他脑子就有一个想法 他有一个构思 我这不想怎么搞 我脑子有个罢面 我要抛弄他可能就是一个经验不足 所以构思的不会来出现 或者当时还不完美 上去之后 没打出想象的画面 但风霄想 他没有目的 你不会想象风霄没脑子吧 不 我就是跟你说他没有目的 我再跟你说过一遍 他手比脑子强 他没有道理的挑战 他那种加我走在最前面 点击两下 你问他为什么 告诉我这个行为有目的 没有目的 就梦兰 当时出道的时候 再多人说他 我都就感觉 选手照顾有画面 我就觉得他能行 但风霄这个吧 我不敢断言他没有未来 这话我说不了 但我就是感觉 没有那么多画面 像这种前排没有更新的 这种是 你一个画面的这种 和平 你平常会在你家里面坑的前面 还老走在青青的前面 其实这个游戏非要讲 许戴新人没经验 你家那些老大哥们 跟你玩 他退你都退 完了 像有个对比是他 他参考我们的新人 不知道时间不难 他们不耐了 我都不解释了 你没有理论 但是这个游戏 他这你就用你 他退你都没有 我真的看起来 这个死 我们就这种老家 他退 都是他的本人 我们相应太整人了 从李久跟GG的一番话 不单看出风骄的问题很多 新元选手想要表现自己正常 比如决意旋转的战争 但是你不能操作的 像是其中的各种闪现进队对面人队 有点像是害怕对手开不到你 至于他跟伊末和孟岚没有可比性 差距数是血液的 这可能就是 ETG一直完不明白大射阵的原因 大家觉得呢